有在地花莲人发起 协同在台北不同领域的好友一行人 连续第四年来到花莲偏乡部落小学 无常服务为毕业生暖心拍毕业照 29号来到秀林乡嘉明国校 尽管今年只有9位毕业生 团队竭尽所能满足小朋友们的要求 拍下校园角落和老师学弟妹的回忆 期盼透过专业的摄影留下毕业生影 让孩子们能拥有儿时的同才记忆 特别梳妆打扮 穿上太鲁阁足服 在校园合唱比赛时的歌曲 旁边有一群疼爱孩子 来自不同领域的摄影师和梳妆团队一行人 为孩子留下即将毕业的身影 迎接毕业季 29日花莲建设林乡嘉明国小 迎接一群由在地花莲人发起的台北摄影团队 用专业相机为今年9名毕业生拍摄团体照个人照 无常暖心地为他们留下珍贵画面 有很期待吗 有会期待 有做什么准备吗 就是你觉得要把最后的拍照体面一点 有特别想要留下拍照的地方吗 学校吧 教室还有同学 那你觉得他们这样子从台北来帮你们拍照 有 谢谢他们 有 真的很谢谢他们 暖拍他们有专业的一个拍照技术 不管是在取景角度或者是这个 知识摆姿方面其实都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指导 那比我们过去就是用傻瓜的方式来拍 整个的美感差了很多 团队29日一早从台北开车到花莲 为9名毕业生书画 在校园拍下合照 在意学生需求 在教室校园各角落留下记录 有人想在桌球教室拍下身影 有人想跟学弟妹留下纪念 起源是三战国小的那个校长 因为他有发现我有拍照的一些习惯 然后他就说可不可以邀请我们来这边拍 那我当然是OK啊 因为能够结合一些兴趣 然后帮助一些偏向的一些国小 那我觉得这个活动很好 所以就邀请了好朋友 孟平老师 他本身也是在地的在北漂在台北 教舞蹈的一个老师 还有我们另外两位同号摄影师 汪妮妮还有刘志成 一个就是我的学妹 长荣的空姐座唱长 然后就跟他们讲 好这个活动他们没有第二句话 就说好同意一起来参加这个胜举 所以今年是第四年了 那就都是我们这三所学校 我觉得当自己有一些能力 可以做一些事的时候 这个本身的成就感是非常的大 爱心软派一举迈入第四年 团队成员来自空姐 武道老师 保险经纪人等各行各业 发起人孙孟平表示 自己是北漂的花连人 带着回归家乡的心情 亲朋好友得知也共襄盛举 赞助物资毕业奖学金 团队表示 毕业是重要的人生记录 看到小朋友开心 很有成就感也很有意义 记者长方言 旭林香报导 不思认 だから